好 真的這獎金上看二十八億元 很多民眾都希望中獎就不要再工作了 大家都期待可以一舉獲得高額獎金 但事實上這威力彩的對獎方式 其實差異嘛 獎金就差很多 像是在臺東有一位民眾 他因為七碼簽中了六碼 只差一個號碼就跟頭獎的獎號完全符合 他以為自己至少可以獲得幾千萬元的獎金 想不到因為對眾的號碼區域不一樣 實際對獎之後只能獲得三獎 這個獎金十五萬元 威力彩連槓四十一期 現在更預估二十三日的累計投獎金額 會高達二十七億元 雖然上一期投獎沒人領 但卻有人只差一個號碼 以為至少可以領到幾千萬 沒想到卻只有十五萬元 就是少了一個號碼不一樣 我可以看它下去 一二獎是分配的 第三獎以後好像是固定的這樣 原來台東有民眾 第一區的六個號碼對眾五個 第二區也對眾 但按照威力彩的遊戲規則 第一區六個號碼全中 第二區的開獎號碼也中 就能領到頭獎 如果是第一區六碼全中 但是第二區的特別號沒畫中 也有二獎可以拿 前兩個獎項依照比例分配計算 但台東這位民眾 第一區畫中了五個號碼 第二區的特別號也中獎 卻只能領三獎 獎金還是固定金額只有十五萬元 投注站老闆當下拿出計算機 提中獎民眾計算二獎金額 沒想到事後釐清 因為對眾號碼的區域不同 只差一碼就差這麼多 讓這位民眾恐懷習一場 儘管很歐但這位民眾還是繼續加碼 畢竟投獎彩金累積到二十七億元 說什麼都得再試一下 這幾期都有買 那個獎金那麼高啊 就碰碰運氣啊 為立彩投獎遲遲未開出 二十三號晚間即將再度開獎 民眾搶當心育兒 期待能一夜支付 記者綜合報導